被法院有112席立委 112分之2 結果這個補選結果 被民進黨視為是 台灣的主權的保衛戰 這會不會太離譜 羅文嘉新任的 民進黨的秘書長 那麼現在把這個曾世偉 謝龍介 郭國文跟余天 抬到這種影響到 台灣安全的這麼高的地位 他等於是直接挑戰 蔡英文跟蘇貞昌 他們負責國家安全的 這個重要地位 這個很有趣的邏輯 羅文嘉一直鼓勵 我們要多讀練習 所以兩位都要進國防委員會 對 而且我覺得羅文嘉 一直說要多讀書 羅文嘉邏輯應該要學好一點 不然的話他這樣子的講話 對蔡英文的侮辱多了一點 另外一個部分裡面就是 我覺得民進黨沒有從 選舉的失敗中走出來 他們沒有去思考 他們怎麼選舉失敗 其實國民黨目前來講 也在走同樣的路 也都沒有從這一次的 九回一的選舉中 得到真正的經驗跟教訓 韓國瑜的當選擊敗了 就終結了民進黨長期 在高雄的一個執政 其實他告訴我們說 台灣已經正式的進入了 非典型的政治人物的時代 是非典型的政治人物 過去來講的話 那種姿態 那種動作 那種模型 典型的政治人物 台灣的民眾已經唾棄了 不喜歡了 把他們丟在垃圾堆裡面了 我覺得這個是國民黨的高層 跟民進黨的全黨 到目前為止都沒有體認到的 一個最大的一個問題 過去柯文哲進來的時候 我們覺得說柯文哲還沒有進來 還沒有正式進入 非典型的政治時代 是因為當時是民進黨禮讓 可是這一次 韓國瑜跟民進黨的一個 跟陳其邁的一個競爭 是民進黨對抗的是非民進黨 也就是非民進黨是對抗民進黨 把民進黨擊敗 我覺得這一點 為什麼要這麼說 這是因為我們看到過去高雄 過去高雄他們很多人支持民進黨 以及現在台南 例如說西隆屆的選區 正式委 新北市 三重的選區 他們支持民進黨 他們支持民進黨 不代表他們支持台獨 我覺得這一點就是 民進黨一直沒有從挫敗中站出來 他們支持民進黨 不代表他們支持台獨 不代表他們就是台獨 我覺得這一點為什麼很重要 是因為當 民進黨誤判了這件事情 所以現在是用台獨意識形態的 方式打選戰會輸得更慘 是的 所以我們看到高雄已經告訴你說 我要九二共識的韓國瑜的時候 其實高雄人已經告訴民進黨 我不是台獨 我過去把票給你 不代表我就是台獨 你是台獨 我不見得是台獨 我覺得這一點是民進黨 沒有弄清楚的地方 那韓國瑜已經告訴民進黨說 高雄人不是台獨 但是民進黨卻還誤以為 高雄人是台獨 他現在還誤以為 台南人是台獨 誤以為新龍界的選區是台獨 誤以為三重的選區是台獨 所以他把他自己上升到 他台獨跟大陸的一個對抗 台獨確實很怕大陸 所以台獨有恐中症 但是我們台灣的民眾不怕大陸 因為大陸也不會怕台灣 原因很簡單 大陸不是台灣的敵人 台灣也不是大陸的敵人 台灣跟大陸之間的 兩岸的經濟的文化的交流 我們看看經濟的交流 一年一千多億美元的貿易額 六 七百億美元的順差 這個代表台灣的民眾跟大陸 我們不是相互是敵人 不然不會有這麼大的貿易額 也不會有這麼大的順差 這是第一個 台灣的文化跟大陸的文化 我們的演藝人員 歌手 我們不斷的交融 這種交融的情況下 也告訴台灣的廣大的娛樂 文化等這些傳播人員 彼此跟大陸之間 也不會把對方視為敵人 彼此都不是 我們也看到我們的社會的來往 台灣人到大陸去 大陸人到台灣來 我們的密度不管是通訊 聯絡 交通 網路 密度還有我們的教育的學生們 來往這麼的密 所以很明顯的 台灣人不把大陸人當成敵人 大陸也不會把台灣當成敵人 不會 兩邊是融合的這個樣子 只有誰會害怕 台獨會害怕 台獨是大陸人的敵人 大陸也是台獨的敵人 所以當民進黨的這些人 搞台獨的一直在炒作這種孔中 炒作這種仇中反中的時候 他們就告訴你說 他就是台獨 但是他不代表三重人 他不能代表謝龍介的選區 他不代表高雄 他不代表台灣人 台獨不是台灣人 台灣人不是台獨 不要忘了 台獨在台灣也不過就是13% 了不起20% 但是80%以上的台灣人 絕對不是台獨 所以不要把自己是台獨 認為台灣人就是台獨 搞錯了 所以他們把選舉操作成為 這種統獨的問題 操作成為這種孔中的問題 我覺得他們牌打錯了 而且這是一種傳統的政治牌 在台灣現在來說沒用了 我覺得與其說 民進黨在顧台灣主權 不如講民進黨 在顧自己人的特權 這才是事實 老百姓要看清楚 民進黨對台灣真的有愛嗎 RCEP馬上在今年年底 就要簽成了 我們台灣出口80% 跟RCEP的國家有關係 我們被排擠在外面 我們是孤兒 以後台灣的經濟怎麼辦 如果你民進黨對台灣人 真的有一點點的愛心 先解決這個問題吧 跟 cig聊好 impe 말씀드� 是由 China 甚麼都很有敗 允和意당 好像在2012年 よыч mechanical